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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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過心的溫暖 沒有想要誰償還 沒有人願意孤單 所以希望每天都圓滿 曾經勇敢的承擔 現在不會成為負擔 沒有人願意轉彎 所以越走越心安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繁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繁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嗯 你可以隨便 我們不能隨便 都隨便一輩子了 再說了 給誰省著呀 省著省著 骷髏等著 哎 我有一朋友啊 嫁以老公 三十多年了 從來捨不得 給自個兒買件新衣服 後來 老公外頭有人了 要離婚 那哭得昏天黑地的 跑來找我 說的 我錯哪兒了啊 我錯在哪兒了 我說 你這三十多年 都不給自個兒 買件新衣服 這還不是錯呀 啊 你整天穿的破衣拉撒的 你老公嫌你難看 暗眼 帶不出去 你給他丟人了 你看 哎 東新班 二斤以上的 都是經驗之談啊 可我看那些女明星 整天穿的珠光寶器 不也照樣離婚嗎 這好像跟穿什麼 沒多大關係吧 聽見了嗎 跟穿什麼沒多大關係 你多大呀 我二十八 二十八 等你四十八的時候 你再想想我這個話吧 有沒有道理 快點菜吧你 好 秋美 喂 你幹嘛呢 我心裡不方便 我在外面吃飯呢 我想跟你聊聊 晚安 我晚一點打給你啊 好 怎麼樣 點齊了沒有 晚安 來 你坐前面 行 這本拍的都是熊啊 嗯 這是個宣傳冊 保護野生動物 聽說現在熊都只剩圈羊的了 前這兒不是有個新聞嗎 說一個動物園裡 一下就死了十幾隻熊 我覺得是謀殺 好好的謀殺熊幹什麼呀 有些人嗎 迷信嗎 吃什麼就補什麼 吃了這個野生動 身體就跟熊那麼強壮 像狗熊一樣有什麼好啊 也是 現在是這個 該熊的東西不熊 該老實的東西不老實 該老實的東西不老實 那你說的是你姐夫吧 你先上去吧 你幹嗎去啊 我去加點油去 那我陪你一起去唄 幹嘛又不去了 我告訴你凱莉啊 你現在快把我逼瘋了 我怎麼逼你了 我這還沒開始呢 你 那你這現在叫什麼呀 算熱身 好 喲怎麼了 心可又疼了 我接著送你上醫院 來 小潔都是被我們灌的 他得找那種讓著他體貼他 對他無微不至的 要我說啊 簡君啊 就可以了 雖然這家庭條件呢 不盡人意 但是這些啊 都是可以談的嘛 簡君 他不是說那叫 什麼裸婚 裸婚這是個新名詞 在這裡邊 我倒聽出來了 他呀 他那是孝順 是怕他媽著急 從這點上來講 我覺得 這本質還是好的嘛 我們優求也不高啊 有個房有個車 車馬十幾萬就成 代步工具 房子 雙方出個首付 也不是要別墅什麼的 你說咱們倆 又都不是皇親國戚 紅頂商人 咱闺女也不是那個 雅井港井啊 選美冠軍 你得算算這概率啊 你要找一個各個方面都合適的 都滿意的 那概率有多大呀 哎我就不明白 我媽生我挺揚眉吐氣的 怎麼我生一個姑娘 就生得低聲下氣的 還得求著人家娶 我說咱們這做爹媽的呀 不能光吐著揚眉吐氣 咱們揚眉吐氣了 把建軍當帝國主義趕走了 那咱家閨女怎麼辦 剩下 咱們家閨女啊 又不像秋梅一樣 秋梅那姑娘厲害啊 承受能力強 適應能力強 可是咱們家閨女不行 哎呀有什麼你就直說 我覺得呀 咱們應該找建軍她們家 認真地談一次 這次呢咱們回禮 咱們請她們吃飯 她姐姐姐姐夫幹什麼的這麼有錢 今天這頓飯最起碼兩三千 好像是做生意的吧 那令海強為什麼立得婚呀 不清楚 離婚有多少年了 兩三年吧 那是一直都沒有呢 還是有了又離了 不知道 你幹什麼的 哎 嗯 幹什麼呢 我給建軍發短信 他沒回我 那你打個電話不就完了嗎 嗯 喂 喂你為什麼不回我短信啊 我沒看見啊 啊 沒事 跟我媽說話吧 嗯好掛了 又怎麼了 她說她陪她媽聊天就不跟我說了 哎 這些照片 都是令海強拍的嗎 我問你呢 啊 這照片 畫冊上的照片 是不是都是她拍的 哎呦 這問題你都問了八百遍了 哪啊 我那會兒問的是 她都拍些什麼 我不是說了嗎 找機會帶你去她的工作室看一看 那邊啊 滿牆都是 你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 真的 連結是怎麼知道的 別沒事找事成 我這是沒事找事嗎 就是FBI的絕密檔案也有解密的那一天 咱們離婚的事就能瞞一輩子 我這是為了翻翻 你別老拿翻翻說事成嗎 那翻翻要是知道了我們兩個離婚了 其實翻翻早就知道了 說什麼呢你 你告訴她的 你什麼時候告訴她的 她十二歲了瞞不了了 我問你呢 你什麼時候告訴她的 你幹嘛要這樣做呀 我跟你是有約定的 咱們是有約定 咱們約定了暫時不跟兒子說 沒說永遠不說呀 那你幹嘛要偷偷地跟她講啊 誰偷偷地跟她說了 我跟你說了很多次 我說咱們倆一塊兒跟兒子談 你都不答應 你以為她小看不出來 她看得出來 你冷靜點成嗎 我冷靜 我怎麼冷靜我 你讓我上個傻子似的 我在兒子面前跟你裝恩愛 你早就跟她說了也成 你跟我打個招呼啊 合著 你們全都知道了 就少我一個人啊 就少我一個人啊 這男人啊 得有事業 男人要是沒有事業呢 就得娶那平平常常 普普普實實的女孩子 我呢也不是不喜歡連結 我就是看著姑娘心高 媽怕你 知道媽媽 先睡吧 讓我自我待會兒 都遠了媽 媽什麼忙都幫不上你 唉 早要是知道 當年媽也學柳燕 跑到北京闖下一片天 我怎麼也能把 柳燕她哭得也不好 她和林海強 早不在一起了 你知道 這 什麼時候的事啊 具體我也不知道 兒子 你知道 他們為什麼過不到一塊兒嗎 媽 就別管人的事了 你趕緊睡吧 讓我待會兒行嗎 你柳燕阿姨 人長得漂亮又能幹 追她的人多 當年在小鎮上 她遇見令海強 那時候她也沒見過 小鎮以外的男人 所以就神魂顛倒了 一路追到北京 什麼都不要 就跟瘋了似的 可是呢 等她在北京扎下了根 她就享有自己的事業了 她的心多大呀 她要去美國讀書 這令海強啊就答應了 兩年書念完了 她又跑到香港去工作 她跟海強說 這機會難得 這令海強 就又沒說什麼 柳燕這性格啊 是好也不好 好呢成就了她自己 可是不好呢 媽你到底要說什麼呀 啊 媽怕你 也娶個柳燕阿姨似的女人 回來做老婆 連結跟她不一樣 簡訊啊 媽是女人 也打年輕時候過來過 女人的心思 媽比你倒 好 你瞧瞧你現在這樣 連何春生都混成一企業家了 你還在這擺能這些破照片呢 你以為這真是藝術啊 咱們倆都離婚了就別扯這些了 我要扯 你照現在這樣混下去 能給孩子提供什麼呀 好的教育還是好的榜樣 成天擺弄這些照片 你沒出息也就罷了 你把家管好啊 可是你管好了嗎 成天就知道帶著兒子 這兒去拍攤照片 那兒去玩一趟 好稱親近大自然 大自然需要你親近啊 我只想讓他過得高興快樂 你沒資格這麼說 你哪怕是何春生呢 你都可以這樣說 有你這樣的一個爹 你兒子能快樂嗎 按照你的來 你的兒子就是快樂的童年 失敗的中年 淒慘的晚年 那不都是按著你說的來了嗎 他現在忙得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對 那兒子以後也沒時間見你 柳葉兒 你得講道理 你生我的氣 我能理解 跟咱們兒子說 離婚這件事沒讓你知道我是欠考慮 但我也是為了咱們兒子好 咱們成天教育他 要誠實 對人要說實話 你對兒子說實話了 你對我說實話了嗎 你聽我解釋 兒子當時對我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別讓你知道他知道這事 你撒謊 我沒有 你就是撒謊 你把真相告訴了兒子 跟著兒子一塊欺騙我 這就是撒謊 你聽我說完 但 當時我跟他說了以後 兒子說他早就知道了 他只是不想讓你傷心 所以假裝不知道 然後他就跟我約定 我就答應他 就這麼回事 你要想見兒子也可以 咱們復婚 婦 您這是唱的哪一出啊 咱倆一塊兒跟兒子去說 以前咱們兩個之前有矛盾 現在和好了 你以為結婚是過家家呢 你想接就接 想離就離 什麼都按你說的你說了算 凡凡需要一個完整的家 我只是為了凡凡 凡凡需要的是一對真實的父母 不是貌合身離的爸和媽 咱們倆 過不到一塊兒 兩個打了好多年仗的國家 還能化干戈為玉帛呢 咱們倆也能化干戈為玉帛 但是咱倆就是成不了夫妻 我這個人不是不會裝 你讓我 偶爾裝那麼一次 裝那麼兩次 行 但你讓我長年地跟你裝恩愛 這我可裝不了 我又不是職業演員 再說人家演員 人家拍戲什麼家啊 那你開個家 對不住 我演不了 演您老公啊 我差很遠 偶爾客串一把還成 那你以後別見孩子 那這麼著 咱們以後找一個機會 就當著帆帆的面 我跟兒子說 咱們離婚 全都是我的錯 我當著你的面 跟他這麼說 請他原諒 你看成嗎 你跟我結婚就那麼痛苦嗎 你想聽實話嗎 你說 咱們簽字離婚 在民政局 簽完字 你可以大奔揚長而去 我登上自行車 當時你特難受 特輕鬆 你看你看 你這個人就是 聽不了實話 我呢 一不留身 就把實話說出來 所以咱倆 真的 過不到一塊兒 你跟著人家 你給我這兒 我metics 我不在乎 你器官 這兒 我給你了 你幹嗎 你有病呀 你打我乾嗎 你幹嘛背對著我睡啊 我幹嘛不可以背對著你睡 我要怎么睡啊 我要整着你睡 什么 什么 你要干吗 我要整着你睡 听明白了吧 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和春生 和春生 是个笨蛋 是个笨蛋 小终子 我这胳膊都麻了啊 你才几分钟啊 大姐 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您再整会儿我就半身不随了 我们这岁数人血管都不好 回头你再弄一血管硬化 知道的吗 嘿嘿嘿嘿慢点 建俊 建俊 建俊你干嘛 你干嘛不理我啊你 我没人出来啊你 我给你发短信怎么不回啊 我给你发短信你不是也没回过吗 我什么时候没回了 有一次啊 哪一次啊 就是你和秋梅逛街那回啊 那次我是真的没看见 等后来我看见了 可以啊 我这次也真的没看见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呀我科里还有病人呢 不是 我到底怎么了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好不好 是你应该跟我说清楚吧 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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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跟谁吃饭去了 是龚华 他非让我去的 我妈想跟你谈一谈 你说要陪你爸妈 龚华一叫你 你干嘛呀你 你小点声啊 龚华一叫你 你叫屁带屁带过去了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也可以给我爸 我妈打个电话 说不陪他们了 去见你妈 是你说不用的 是 是我说的 没错 是不需要见了 以后都不需要了 你听我讲啊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 说要请你妈吃个饭 坐下来一起谈一谈 我们请客 我妈没时间 我爸我妈明儿就走了 那也没时间 他没有了这样的 我跟你说 姐姐 你说吧 他根本就不理我 他也不听我说 淡定 淡定 杨洁在啊 对 我是何总的秘书 对对 何总在开会 那请您留下电话 一会儿 我请他给您回过去 好 好的好的 好好好 秦真海 让你一会儿回电话给他 没说什么事了 没有 我怎么打过去 他人在国外呢 你说刚才这电话要是我接 咱不用花钱 现在我再给他打过去 那钱花老了去了 他还是有名花老 一点破事能说半天 你别给他回呗 那真有事呢 真有事 他肯定会给你打回来啊 去哪儿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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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你跟雷二夫婚啊 别乱打听啊 小屁孩 我是为我们师姐打听的 你赶紧吃 吃完赶紧回去 见君一会儿过来 他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不会有什么事吧 你就别添乱了 我这本来就很乱 我刚安慰你半天 而且还给你煮了面 别耍赖皮啊 我可以躲到后面 躲到后面按堂去 我吃了啊 怎么了 这事儿 怎么了 这事儿 怎么了 你姐夫爱你又人了 姐 先别哭啦 姐 听我说啊 你这么人盯人的盯着姐夫 这换谁都说 我盯着她 她还跑 我要不盯着她 她早跑的影都没有了 你说 她要是好好的 我盯她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一个大男人 回到家里 上厕所了 洗澡了 吃饭哪哪哪 手机都攥在手里头 这正常吗 以前我给她打电话 从来就没有过不接 现在好 动不动就不在服务区 不是我不给她空间 是她没编好屁 她都三十年了 她什么呀我就知道 她要真能把我骗了 蒙了也成 可她没那本事 哼 跟她的时候 她什么都没有 一个穷小子 上有老 下有小 一个老妈 还病在炕上 三十年了 风里在一个女区 这好日子才过几年啊 也就两三年吧你知道 送走了她爹 送走了她妈 这她弟妹也给拉扯成人了 她 她跟我来这一出 姐 你啊 你别老跟她说这些了 你老跟她说这些 你跟她说多了 她说 谁让你这样了 谁逼你了 谁强迫你了 没人吧 是你自个儿乐意的嘛 你说人家是穷小子 那您自个儿呢 她说 好吗 您自个儿也不是一个公主啊 也不是说就是说 全世界的王子这儿都排着队 等着娶你了 这这这肯定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我要不娶你 说不定你还老死归中呢 她会这么说啊 那我给她生儿育女 这拓家带口了我 容易吗 那没有你 她娶了别的女人 人家别的女人 就不给她生儿育女 拓家带口了 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会 做饭 带孩子 干家务 姐 别哭了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 我姐夫就这么想 我跟你这么说 这男人呀 他要真铁了心了 不是我姐夫这样啊 他根本就懒得搭理你 甭管你哭 你闹 你上吊 他横竖不搭理 连家都不找 那么现在 他招家不招家都一样 每天回到家里 不是困了就累了 倒头就睡 起来穿着衣服就走 我说我就是家里那一职务 他是不是也该浇点水呀 是是是是 他是把你啊 当成这个仙人掌了吗 仙人掌 怎么或是仙人掌 那你还以为你是母大花呢 怎么 这有人 没有没有没有隔壁这隔音不好 这房间 姐 其实你这种女人吧 特别忘夫 你看 吃苦耐劳 坚强勇敢 独立 跟仙人掌似的 放哪都能活 还能净化空气 能吸取这个屋里的有害物 我懂你的意思 就那男人 不成功的时候 低谷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仙人掌 他成功了 巅峰了 山顶了 他就喜欢 那特难伺候的花了是吧 我们啊 就是太好伺候了 你不好伺候 你哪好伺候 你浑身都是刺 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女的老了 更年期了 就不应该管男人的风流事 只要男人不离婚 那女的就应该感恩戴德 那男的也觉得对得起女的了 这女的只要闹事 她就是不懂事 是吧 不是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这么想的 关键是我姐夫现在这个事吧 咱们没有人赃并获 当然了 我姐夫肯定有她 不正常的地方 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你先别嚷嚷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事 咱们往那最好的地方努力 往最坏的地方做打算 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不就是离婚吗 最坏的打算不是离婚 是谁也别想过 大家拼个鱼死网魄 还没好啊 又饿肚子喽 着什么急啊 好饭是要等的 这我要不帮忙 今晚又吃不上这丁饭了 吃了 来 西红柿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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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你快煮了 别煮了 别煮了 有味儿 你怎么焦的呀 好 那我就在这儿欣赏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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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